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由港票人士牽頭成立的紫荊黨 他們宣稱要招攬25萬黨員 而且還會積極參與香港的各級選舉 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不少人都認為肯定是會為那群土共建制派帶來很大的衝擊 不過那群建制派又不是這樣想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NOW電視台就專門訪問了民建聯的葉國謙 和自由黨的鍾國斌 我們首先看看他們兩位如何評價這個紫荊黨 這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說 民建聯有自己的全國人大常委 就是譚耀宗 他自己本身也是全國人大 移民建聯在香港又有行政會議成員 又有立法會議員 而且目前在立法會還是最大黨 從背景來說 他不覺得現在顯示出來的紫荊黨 是有多大的優勢 其實葉國謙繼續這樣唱淡紫荊黨 無非就是自欺欺人 其實他提出來的理據根本沒有說服力 他說民建聯有什麼人大代表 或者是行會成員 這些事情是大陸可以決定得到的 他要誰做他想誰做就誰做的 輪得到你民建聯作主嗎 而他提到民建聯有什麼立法會議員 最大黨 喂 你以為這些功勞 真的是全靠你們民建聯的成員 自己爭取回來的 是靠你們打拼回來的 幕後是有人操盤 有人協調 有人配票 不是靠你們自己本身的能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些事情 所以他講這些就真是把鬼了 如果幕後說要換班 要換紫荊黨上去 那麼紫荊黨做最大黨都可以 是不是 好了 跟著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 他的言論還搞笑 他說短期之內 都看不到紫荊黨可以拿到多少的議席 又看不到紫荊黨是可以加闊選民基礎 或者有新一批的選民是可以吸納 實情鍾國斌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掩住自己的眼睛 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哈哈哈 先說 他說加闊選民基礎 人家怎麼加闊不了 一個港票為主的政黨 只是那二三十萬港票 就已經被他吸納了 是不是 你這幫傳統的土共和建制派 基本上也很難來接觸到這幫人的 因為人家的母語就是普通話 你那個母語就是粵語 你做的政治宣傳 根本上人家都不會去看的 反而紫荊黨就跟那幫港票是同聲同氣 是不是 還有 他們不單止可以吸納到港票人士 新來港人士 即是那些新移民 一樣是合了河車的 是不是 所以你說看不到人家可以加闊選民基礎 可能就因為你自由黨本身 在直選那裡一直都沒有 是不是 哈哈哈 你看不到就很正常 都是這樣 所以人家吸不吸納到一些新的選民 事實上 我認為就是可以的 你鍾國斌說不行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是不是 另外我又看到蘋果今天有一篇的報導 他們就引述那些所謂建制中人的說法 又是暢淡這個紫荊黨的 看來建制派裡面的人 非常不看好這個黨的前景 我們看看到底這些所謂建制中人有什麼理據 他們第一個理據 就說 2005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群左派的專業人士 都曾經組成過全民黨 時機上都屬於社會動盪過後才蒲頭 當時牽頭的都是一群愛國的新香港人 而且更加高端 是在英美高等學府畢業的 他就說 相信紫荊黨都能夠吸納到一些 現時建制政黨比較難以為是的海歸和港票 這個建制中人就說 這一批這樣的人就是以香港為家 但是又想繼續撈油水 政治上就不屬於民主派 也都不是說阿爺禁制就撲倒去 實情為你這個什麼建制中人來的 是不是真是真有其人 定性都錯誤了 紫荊黨成立這個消息 其實不是南華早報第一家燈出來的 南華早報就是香港第一家報紙燈這個消息 大陸的報紙在前一天已經是燈了出來的 如果這個紫荊黨不是得到上邊的 會不會是燈他的消息出來呢 斷估就不會了 而且不是上邊的 會不會有一群人 即是從商的 突然之間會搞個政黨出來 又是說不通的 誰會沒有一個這麼大的風險 還搞政黨現在香港傻了嗎 真是 另外他們第二個理據是什麼呢 就說看不到紫荊黨就有改變建制版圖的可能 論基層來說 這個紫荊黨又欠缺地區基礎 論商界實力來說 又不夠現時建制派的政黨和業界緊密 所以就算要競逐這個立法會議席 最多只能夠問頂得到財金界的議席 我看這些所謂建制中人就太過樂觀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說人家紫荊黨就沒有地區基礎 實際上來說 所謂的地區基礎就是地區工作 民建聯經常做的就是蛇齋餅種 這個所謂地區基礎是由什麼堆砌而成的呢 就是由金錢和資源 那這些金錢和資源 是不是由民建聯的議員 或者是那些成員 那些口袋裡面自己掏錢出來的呢 看來不是啦 背後是有人協調 有人扔心口 香港很多富商去貨水的嘛 捐錢的嘛 那麼這些能力是哪裡來的 民建聯的籌款能力是哪裡來的 背後就一定有中聯辦幫忙協調的嘛 至於那些人肯捐錢 很可能就是不看憎免就看罰免 是給中聯辦的而已 那到其時 如果幕後說要捧紫荊黨的時候 紫荊黨擁有這筆資源 紫荊黨擁有地區基礎 有地區基礎就可以上位 可以敬續議席 至於說到選立法會 這些建制派就未免是自視過高了點 唱到紫荊黨又說沒有地區基礎 又說跟業界不熟 實情大家都知道 每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中聯辦都會在背後幫他們安排協調和配票 如果不是那些名單 怎麼會那些票數分配得這麼平均才行呢 這班建制派 你不是以為這些是你自己的功勞吧 如果不是背後在中聯辦幫忙 哪有選得這麼容易啊 只是看看你們在選舉論壇上的表現就已經知道了 說話都不行的 有很多是有些思辨能力又差的 有些甚至乎又懶惰 又不做功課又不熟書 這班這樣的人 你說可以單憑自己的實力競逐到議席回來 沒有背後中聯辦幫忙 睡覺了 所以如果幕後要捧紫荊黨 就紫荊黨上位了 很簡單 至於有很多當選了的建制派議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競逐的過程當中太過容易了 於是就算做了議員也好 很多都是不思進取的 明明自己都不行了 又不著力去提升這個說話能力 思辨能力 辯論的技巧等等 做完那四年可以根本上是沒有進步過的 如果不是幕後有個中聯辦在撐著 這班人哪有選到啊 主要第三個理據是什麼呢 他們就說 中央不希望香港搞政黨政治的 所以香港建制派那些政黨 全部的牌頭都是聯盟的 這個紫荊黨用的黨字 就不熟悉中國政治的潛規則 這些也是找事來講的 首先來說 香港本身就已經還有一個叫新民黨 為什麼新民黨不叫新民聯呢 又叫新民黨 這些沒有東西找來講的 還有 你說到別人不熟悉中國政治的潛規則 喂 就算在說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 包括這個中國志工黨 和這個中國農工民主黨 他們這兩個都是黨 也不要繼續有一個叫做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不信你上維基百科查 是有這幾個黨在那裡的 我們那些都叫做黨了 又不見別人改名叫做亂 所以如果你純粹說 紫荊黨有一個黨字 就踩人家這個不熟悉國情 或者是聯想到這幫人 不是大陸指定的人士 我覺得就太過牽強了 當然這個人說到 大陸不希望香港搞政黨政治 我也同意的 但是我同時也不認為 紫荊黨的成立 就等於大陸想搞政黨政治 因為根本上這個紫荊黨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它根本上就是下來接收你這幫人 只不過現在似乎有一幫土共建制派 不是很想接受這個現實 就覺得這個紫荊黨沒有了道 暢淡 怎麼跟民建聯 自由黨爭 但是他們不要忘記一件事 建制派在香港的價值是建基於甚麼 其實就是建基於香港在議會 在社會裏有些人叫反對派 那時候這些反對派 就是清算的清算 DQ的DQ 流亡的流亡 不亂的不亂 那已經差不多是清洗淨盡的時候 建制派還有什麼價值可言 有什麼剩餘價值呢 他們應該先反問自己 不是媒體去找他們訪問 他們就暢淡這個紫荊黨 我就覺得他們不要說得太過 分分鐘這個紫荊黨真名天子的時候 這些傢伙是沒有運行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